而且走到哪里是因为大家先看到柯文哲来了 才会注意到说旁边有一个学姐 柯文哲市长啊他很有趣啊 他说哎呀现在走到哪里 人家都问学姐来了没有 然后柯P他自己也开玩笑说 现在啊这个学姐人气似乎比他高啊 然后呢他俨然是你的随护 你对于你的老板这样子讲 你认为他是开玩笑的 还是他也感受到了学姐有一些效应 他当然他看到民众跟我拍照的时候 他会就是稍微看一下 有人找他拍找我拍照 那可是我觉得他讲这段话 开玩笑成分居多啦当然 因为他的粉丝还是真的比我多很多 而且走到哪里是因为大家先看到柯文哲来了 才会注意到说旁边有一个学姐 然后旁边有月安这些这样子的 所以其实大家的注目点还是在他身上 那看到他才看到我们 所以有点像是一个投射的概念 柯文哲还是他 但是我们就是在旁边的一个小小的 小小的点这样子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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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